谁敢相信 老戏谷陈道明被安排坐在第八排 而毫无代表坐的杨颖 竟然明目张胆地坐在第二排 华表奖颁奖里的座位安排 究竟是按什么排的 先看看第一排 中间坐的是李雪剑 吴燕淑等前辈 他们都是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坐中间也算实至名归 但在第一排靠右的位置 竟然出现了杨阳这个 看起来很违和的名字 要知道杨阳别说是电影成就了 就是在电视剧领域也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作品 他是凭什么能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呢 第二排也非常有意思 稳居中欣慰的是刘德华 葛优 吴京 张子怡 这样的实力派影地影后 两边坐着的是张子峰 任素希 以及易阳千玺和刘业 当然他们都被提名了本届最佳男女演员 所以坐这里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在第二排左边的区域 竟然坐着杨颖 李进 张天爱 这三个人在电影圈可以说没有半分成就 甚至有的还因为演技太差遭到了拳王吐槽 他们坐在第二排 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除此之外 第五排的座位也很让人意外 王一博 王宝强和大鹏坐在了一起 虽然说王一博在别的晚会定是顶流 可如今他出入电影圈 坐在第五排也是情理之重 但王宝强竟然也坐在这里 拿到是因为太久没有好作品 所以咖位掉到这种程度了吗 直到看到一阳千玺坐到了第二排 王一博却被安排到了第五排 才明白两人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这几年王一博的发展路线越来越有 朝着一阳千玺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两人都是男团出的 又都是团队里的舞蹈担当和忙内 后来转型当演员也是资源好到爆棚 一阳千玺的《楚女座》就被提名了多项大奖 后来还陆续合作了 张一谋 沈腾 张一等等知名导演和大咖 小小年纪就多次提名影帝大奖 可以说未来一片光明 而王一博的起点也不低 首部电影就合作了成二导演 更是有梁朝伟、周迅、王传军等一众大咖加入 阵容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横向比较来看 王一博与一阳千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口碑差距呢 答案显而易见 科班出身的一阳千玺 演技当然是没话说的 如今更是口碑票房双丰收 成为首个进入百亿俱乐部的00后演员 而王一博自爆火后就一直饱受质疑 从他的颜值演技甚至到他有没有主持人证 都一直被网友翻来覆去的审判 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上映时 更是有很多未观看影片的网友 就因为道听途说去给他打了差评 这种刻意黑评也对王一博的形象及作品的口碑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易烊千玺和王一博 大家喜欢哪一个呢 看到张艺霍峰华表讲影帝 狂飙导演估计后悔的常载都要清了 在华表讲红台现场 有粉丝看到张艺后大喊张颂文 没想到张艺听到后却看也不看转身就走 一旁的吴京也马上回头警告粉丝不要挑事 这一切只因狂飙剧组的操作太让人看不过眼 先是在剧集开拍之处 信誓旦旦的保证让张艺来演高气墙 去请杨阳来饰演安心 结果杨阳剧演了 导演没办法只好请张颂文来救场 和张颂文聊完后 竟然把当初答应好给张艺的高气墙 直接给了张颂文 张艺本着契约精神没有辞演 而是演了另一个人设不适合自己的安心 剧播后张艺在网上的黑通稿也纷纷随之而来 不仅被网友骂演技被张颂文碾压 甚至连剧组的小咖也亲自出面在网上诋毁张艺 对张艺的口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可即便如此 狂飙剧组也为出面进行澄清 哪怕张艺为这部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设计出一个个精彩的剧情 但结果狂飙导演在接受采访时 竟然直接表示张颂文的演技是全剧组最好的 正是因为高启强的性格才突出了安心的特点 几句话就否定了张艺的全部努力 在他连番的冒犯下 张艺也终于和剧组撕破脸 剧播后就火速删除唯一的宣传内容 甚至连庆宫宴都不去 反而转头去参加了另一剧组 他是谁的庆宫宴 还笑容满面的集体大合照 无疑是打了狂飙导演的脸 如今张艺更是拿下华表奖影帝 实现了金鸡百花华表三大奖的大猛冠 可谓是实至名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的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